吴稜 這一個活動 在1983年的時候 開始到今天 第十五屆 剛剛施以講過了 接近30年 我想30年是一段蛮長的時間 会有很多的变化 在当时是由陈其露先生 来创办这一个国际繁画双年展 那他的想法里面 是认为在从传统文化的底印当中 然后能够跟国际的交流相接轨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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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恭喜各位 因为呢 各位的参赛得奖 同时呢 也要谢谢各位来 因为你们的展出 可以提升整个台中市市民 欣赏艺术的水准 那第二呢 当然就是说 要希望 所有这次来自世界各地的 所有的得奖者 参赛者 能够借这个机会 能够认识台中 因为台中是一个文化城市 我们也很努力的 因为有国美馆在 所以能够一起把整体的城市的文化 能够有所提升 我们在这呢 也希望所有的参赛者 还有这次来参加我们版画 希望年展的所有的朋友 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认识台中 我希望能够继续地回到你的国家地区 来发展 那么也希望 这个国际版画展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便给大家一个机会 将来做得更多的交流工作 flush Foundation 为什么能够继续地 Choi The evergreen association 因為事實上這個主題是這次第一次的使用 以前都是各國的藝術家傳統的介紹 只有我們這一次完全以版畫的題目來發揮 然後這個印痕也就是說 我們路走過必有痕跡 我們這40年來所有的痕跡點點滴滴 我們都收集資料把它做成畫冊 讓大家來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